北京时间10月7日凌晨 在德国柏林进行的2023世界泳联世界杯游泳分战赛上 中国队连夺两金 分属蛙王秦海洋和蝶后张宇飞 秦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游出了57秒69的成绩 追凭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并打破赛会记录夺冠 张宇飞则以2分7秒11获得女200米蝶泳金牌 亚运会的比赛任务结束之后 中国游泳队的绝大部分队员都得到了短暂休整的机会 只有张宇飞、秦海洋两位领军人物马不停蹄飞赴欧洲 连续参加三战世界杯系列赛 这三战赛事分别在柏林、雅典和布达佩斯举行 世界永联官网在这三战比赛的宣传海报中 用了七位运动员作为宣传图片 张宇飞和秦海洋都在其中 两人的直接竞争对手包括美国的胡斯克和英国挖勇名将 两项世界纪录保持者亚当·皮蒂 后者为参加今年的福岡市警赛 属于病育付出状态 张宇飞尽管在女子200米蝶泳比赛中的成绩 要比她亚运会夺金石慢一些 但仍以较大优势第一个到达终点 成绩为2分07秒11 张宇飞说她最近已经连续参加了很多比赛 感到有些疲劳确实需要休息 在比完世界杯分战赛之后 她应该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 秦海洋的状态依然在最高点 她在男子白米挖勇决赛中 游出了57秒69的好成绩 凭了自己的亚洲记录 比她在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夺冠时 游出的57秒76的成绩还要快 值得一提的是 世界永连期盼中的蛙王大战精彩场面并未出现 比赛中 无论是意大利名将 马丁嫩吉 还是澳大利亚的尼克芬克 这两位都曾在福岗市井赛上和秦海洋 激烈竞争过的选手 均未能对秦海洋构成威胁 而经过了一段时间沉寂的亚当皮弟 则完全看不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风采 足足被秦海洋甩开了2.16秒 据英国媒体此前的报道 皮弟因为抑郁 酗酒等一系列问题 长时间中断了训练和比赛 从福岗市井赛到大学生运动会 再到亚运会 现在是世界杯分战赛 秦海洋和张雨菲连续参加大赛 轨迹完全相同 他俩也拿到了很多金牌和奖牌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而且这种状况将会持续到10月下旬 劳模称号受之无愧 欢迎订阅 anda